台北市長 藍營 助選最賣力的 會不會是費鴻泰 應該是 你看他昨天罵審計部罵到什麼地步 私慰素餐 上次罵混吃等死 私慰素餐 因為死啦 就變成私慰 其實費鴻泰的個性在立法院黨團裡面 尤其你看他現在接黨邊這個位置 他本來以前在財政委員會 以前費鴻泰比較有名的是 那時候跟羅書磊 馬英九第一次在選總統 跑到那個好像是維新總部 就是謝長廷的建權總部 那個時候他們的個性幾個 都是在立法院比較衝的 所以也是屬於 因為早期費鴻泰他們 就是最早的新黨的那個時候 那不是完全從國民黨震來了 可是他們過來之後反而有 國民黨原來這個藍營出身的體系 他們沒有了那種鷹派的戰鬥力 所以你說再加上費鴻泰 他現在擔任黨邊之後 因為前面有這個林洪池 還有之前你看那個黨邊 都不是那麼好做 因為很多的這個藍營立委 其實他們的一些想法 跟黨團跟政策會 有太多的這個落差 而且你根本就死喚不動的情況 其實他們都有壓力 所以你知道費鴻泰 他以前罵審計部 他不管在民進黨執政 或國民黨執政 有時候他罵到他會 讓國民黨中央其實都會很緊張 就是覺得他罵過頭太over 但是你說他現在就變成打手也好 那當然是從綠營的角度去看他 但是起碼他站在國民黨黨邊的立場 他去教訓審計部 或者是去講這些部會 我覺得至少是反應說 藍營的一種選情焦慮沒有錯 但是呢無形中他也把整個的怒氣 還有把很多的這個矛頭 和這個整個點也指出來 剛好最近聯營不是有一些 跟那個國民黨執政的中央 行政院這邊有一些局域對不對 一下子跟這個江儀化之間 然後好像保江倒江的這樣 所以當費鴻泰做這個動作 當然他就會裡面有一個聲音在說 他到底這樣做是幫聯家 還是真的是炮打江儀化 這個是值得看見的地方 我講一個小故事 是跟費鴻泰曾經在某個電視台有 交叉 對 那我們那時候其實就是 還沒有討論到 因為那已經很久以前跟選舉沒關 那個節目他只要是財經 他就會找我 那你知道費鴻泰 某種程度好像跟財經有些關係 他是統計學的博士 對 那時候就討論到人民幣 那時候人民幣 在2008年到2009年 曾經那些時間是不升值的 那時候就討論說人民幣開放 對於台灣有沒有利 那時候我就講說人民幣一定會升值 然後升值會吸引很多的台灣人 去投資人民幣 人民幣會回流到大陸 我們沒有什麼利差可以講 那這句話跟他的邏輯不一樣 他的邏輯是認為不會有那麼嚴重 人民幣不會大幅升值 事後證明的名字 從8塊4一路升 升到現在已經6塊多了 那時候他就覺得 只有我的言論跟他的看法不一樣 本來剛開始的氣氛還滿各說各話 後來就是直接針對我了 他就說像有些人在市場上 也不知道什麼狀況 就隨便講人民幣會升值 哪個證據說出來 那那場就我們只是表達我們的看法 也沒有必要到這樣子 後來有一次我看到 然後費洪泰跟那個就是 跟姚老師 對他們兩個是同台 然後也是在辯論 辯論之後 辯論什麼 對姚立民人身攻擊 他說你就是當時要選國民 靠國民黨選立法委 人家不讓你選 所以你就翻臉 罵國民黨罵特別兇 所以可以看出來 費洪泰這個人 我們的感覺他是一個 自我意識非常強悍 然後他對自己的言論 非常的就是很有自信 但是即便他錯了 他會用更大的言語來批判你 你是不對的 其實這一次的動作是 馬英九下令PK小組 正式成立 要猛打MG的時候 他之前對MG沒有表態意見 那是KP吧 對 那個黑P完之後 那黑P 應該是講這件事 有些人會HAPPY 有人不HAPPY 因為事實上講這個HAPPY事件之後 其實得到結論事情是 想投科文者的人 越想投科文者 所以這個其實一點都不HAPPY 但是我要講 你審計簿查出來就沒有嗎 對 所以那是重點 比如你要把人家罵到底 重點來 之前你講人家是混吃等死 後來發現人家沒有混吃等死 那怎麼說 如果他不再用更強烈的言語 有意思說他這個人就這樣 惱羞成怒是他的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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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惱羞 我那一次也是叫人民幣 我們就講人民幣 其實當時四個來賓 很和緩的對人民幣發表看法 因為那時候不是只有人民幣 還講的美金各種貨幣 那我只是意見跟他不一樣 而且我提出的數據 證明中國講到那一區 人民幣一定會升值 那我們至少會有跟香港一樣 一兩七千億的人民幣 會到中國大陸去 我發表看法 就跟他想法不一樣 後半場就看他去開始 其實你們不用把費洪菜看得那麼複雜 他不是一個臣服很深的人 我認識他超過二十年 其實我跟他算很熟很熟 我講一個 因為他們家小時候 他爸爸是開當鋪的 所以他其實生活過得還蠻好的 還不錯 我講一個故事 就是有一次我跟他聊天 他當市議員的時候 因為他是美國肯塔基的博士 當時他們有一個市議員的同仁 也是國民黨籍的 在讀市議員的同時呢 另外一邊在修 碩士還是博士學位 我忘了 有一天我們聊天就聊到這個事情 然後他就會露出很不屑的樣子 你說博士什麼人都可以讀啊 要讀書就專心去讀書啊 你這樣讀什麼書啊 然後我就跟他講說 因為我都叫他老廢 我說老廢不是每個人像你這麼好命 家裡有錢供你讀書 有些人是想讀書 可是他可能經濟因素 沒有辦法 所以當他有工作之後 收入穩定了 我利用時間我去讀書 這沒什麼不對啊 有所有才華的人都會欠債背 對啊 我覺得這沒什麼不對啊 可是你從這個小時候看出來 第一這個人他的優越感非常強烈 他優越感 第二他的主觀意識也很強烈 非常強烈 然後他很容易受意識形態所綁架 就是你意識形態跟他不一樣 他會全面否定你所講話 是的 沒錯 包括像這一次的審計步 可是我覺得他罵錯了耶 他說審計步有人在暗住可批 護航 那你是在指控 國民黨中央執政的審計部 在幫助無黨籍的柯文哲嗎 因為你看 現在中央也是你執政 台北市也是你執政 誰要去護航柯文哲啊 那審計步 他就是論事查出來之後 我覺得他這樣把這個公務員 湊罵一頓喔 別忘了台北市的選民裡面 公務員是非常多的 我覺得反而是傷到連勝文 沒錯 多少公務員看到沛洪泰這樣罵 會覺得說 我們不聽你的話 沒有配合你去抹黑科文哲 就變成混吃等死 就變成世衛素餐 我就是這個意思 對 那我幹嘛投你連勝文 我是覺得他很急啊 對 他壓力很大 他其實一直想選台北市長 沛洪泰 對 因為他台北市議會委員裡面 然後其實藍營裡面 有機會當上副議長 因為他是新黨 然後在結盟的過程當中 當過台北市議會的副議長 對 那議員當了以後 當然這個過程當中 有些時候也不是那麼順利 選立委的時候 曾經也摘過跟斗 那後來就選上立法委員 他其實立法委員也擔任很久 他沒有民視去踹過一次 就是人家的那個辦公司嗎 就誓殺 2008年選總統的時候 他其實就是說 立法委員當完以後 就下一步可能要往哪裡去 那只有一個就是台北市長 一個就是入閣 因為走到這裡 大概一個這樣的位置 就退休了吧 所以在整個的發展當中 可以看到他其實有一些焦慮 那這裡面的焦慮裡面 還有一個就是 他過去其實台北富邦銀行 施餘次案是他堅持打的 所以那個過程當中 其實是馬英九後來一直甩不開 其實有很大的原因是 他同樣是藍營 那時候壓力非常大 然後在一直追逼下 然後辦公室有非常多的 藍營支持者打爆的這個狀況下 那他堅持就把台北富邦銀行的 這個案子 後來大家看到浮上檯面 也就是說他的過程當中 他有一些堅持 那他有一些暴衝 就是他情緒上很容易暴衝 那這都是他的一個狀況 然後他的 情緒上容易暴衝 然後他的生涯裡面走到一個瓶頸 那個瓶頸就我剛剛講了 立法委員當了這麼多屆以後 那他其實真的很想選台北市長 那後來因為是連勝文 那丁守中這樣的一個狀況 他就知道沒有機會 那明年又是一個提名 就是立法委員的一個提名 還有一個關卡就是 那個有沒有可能改組 選完可能選不好要改組 那有沒有機會入閣 我認為那是一種生涯上的焦慮 那他現在剛好當上黨編 那在這個黨編的位置上 需要做一定程度的表態 你不要忘記MG149 那時候有成團成隊 本來這個黨團是散掉的 整個散散掉 沒有團沒有隊 所以省機部 對不起我猜話 省機部應該是要問廢洪帶 沒你買什麼 你要什麼答案 你跟我講 是不是這樣 整個過程我覺得有一些 因為這個那個也沒有 不是沒有做過對不對 要匪諜也幫你想辦法做出匪諜 其實省機部他真的沒有說錯話 他是說那你叫我 工帳的部分沒有問題 你說我混事等死 那我趕快在你要求時間 把資料全部調出來 調出來在工帳部分的確 所有的會計科目 所有的發票都正確的 所以他也講說工帳部分 也沒有問題 就省機部的角度來說 他也沒做錯 可是要罵人家是失衛素餐 罵人家這個混蛋 我覺得這樣子就 已經有詩公語了 他已經是情緒化了 我告訴你 他們選到民調這次 選到軟起來 我說慧宏太很急 才會罵這種話 對不對 一個理性的人不會這樣罵 為什麼一直盯著省機部 因為省機部才有辦法去查 然後把資料 他想透過省機部去抓 他抓毛病出來 他省機部查出來給你就是沒事 就沒有啊 對啊 那你說他怎麼樣無中生有 他說他無賴 說省機部是無賴 監察院省機部跟台北市的審計單位 他可以去有這個 整個去查這個事情 可是我只要對比一件事情 你看他對這種說 NG這麼的兇猛 可是你看他對於食品法 他是帶著黨團一起封殺否定 那時候不是那個說的 那我遇到一個立法委員 他還幫正義背書 對 我遇到一個立法委員 他跟我說是國民黨 他說他也不知道 那天就叫大家都要投否決 他覺得食安法是要討論的 可是你知道黨團一條邊 你如果投的不是那個否決的話 要罰款 要罰款的 你發現喔 現在民調外 蔡正元怪什麼人 怪中央接近不好 怪罵的你看 我說他鬧得亂 來 我們先休息一下見廣告 好 歡迎回到我們的這個現場 那麼因為是聯合報這兩天 都一直在公佈民調 對 北市跟新北市 我想他會陸續公佈其他的五都 對 那麼新北好像都沒有被討論 那麼在新聞的能見度上 也幾乎是沒有 大概都在地方版 很少有到全國版 對 然後最近朱立倫 眼看的這個形勢是大好 可是他也是很 所有的廣告啊 也是都不敢掉以輕心 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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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